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大家好 我是Giggling Panda Waterfall的分校校长Lily老师 大家在复活节是不是大吃大喝 玩得很开心呢 今天啊 Lily老师要说说 中国最难的汉字 这个汉字一共有56个笔画 而且呢 是和吃有关的 我们来一起看看 这是什么字 这个字啊 念饼 第二声 饼饼面 是陕西的一种特色的面食 因为这个面条呢 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拉这个面条的时候呀 就像我们的球在桌子上弹起来 会发出 鞭鞭鞭鞭鞭的声音而得名的 这个字呢 我们平时非常少使用它 因为呀 它就是这个面条的名字 没有其他的意思 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的陕西 你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字 出现在饭店的门口 就说明这家饭店 做鞭鞭鞭面 这个面条很好吃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试试看哦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 写写看这个最难的汉字 丽丽老师这里呀 也有一个小口诀 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字写出来哦 我们一起拿出一支笔 拿出一张纸 来试试看吧 一点飞上天 黄河两道弯 八字大张口 岩字往里走 左一扭,右一扭 左一长,右一长 中间加个马大王 心字底,月字旁 留个小刀,挂马旁 推个小车,逛咸阳 你记住了吗? 这个很复杂的字,读饼 饼,饼,饼,面 有机会一定要去吃哦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我是莉莉,我们下周三见 我们下周三见